師生是換上了歌仔戲服來體驗 進一步了解歌仔戲的角色和身段 同時教育中心舉辦傳統戲曲文化推廣獎座 邀請成了一鄉歌仔戲團 以大夢初心歌仔戲人生的內在力量培養為題 和師生一起來分享 各位 把好把握這個機會 其實在我們的傳統戲劇裡面 它隱藏很多很寶貴的資材 對 從劇本的撰寫 你要了解這歷史文化對不對 那從他們的身段 從他們的唱腔 這其實是非常好的一個去學習的機會 甚至你可以看到我們的老師 很用心的把這個課程變成一個體驗的課程 所以意思是什麼 各位 有機會你們都有機會上來粉末登場 你就是主角 講座由成立香歌仔戲團團長施淳全主將 內容包括了劇團歷史的介紹 傳統與新創的劇目 疫情期間的挑戰與機會 並介紹了劇團如何在疫情期間轉型 專注於歌仔戲人才的培育 我們大夢出行 今年是我們結合我們現代劇場的導演 副育會導演 編劇是劉秀婷老師 音樂設計師江建新老師 他來做結合我們彰化在地 連工罵油應工的這個議題 那因為我們彰化縣結團被附以要做彰化 跟彰化縣在地有關的 這個是我們在地結團演在地的故事 算是第三集 第一集是演鹿港的一樓情深 第二集是演我們彰化的西礦仙人外傳 那這次就是演跟彰化縣有關的油應工罵 期盼透過多運的內容 讓大學生認識歌仔戲豐富的文化內涵 同時讓傳統戲曲文化 在年紀一代中繼續傳承以發揚 帶人新聞流行校採訪報導